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梦电游戏,我是易晓风 上期视频为大家带来了全新Intel酷雷桌面端处理器Ultra 200s的开箱视频 而这期就厉害了 这期视频就为大家揭晓这一代处理器的性能表现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这款处理器它究竟带来了哪些改变 本次产品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命名方式上彻底抛弃了之前的酷雷i系列的命名规则 而是开始使用了全新的品牌酷雷Ultra 新架构Aurlake的变化特别大,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改变 相比之前将整个运算端元全部整合在一起 Aurlake则是将四个运算端元CPU、SoC、GPU、IO区隔开来 分别封撞在不同的模块上,最后拼接在一起 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未来的产品规划和设计上更加方便 可以做到哪里不行换哪里 而这次Aurlake抛出了一个首要的目标 即降低整体约40%的功耗 以及带来超过15%代际多线程性能提升 和保持卓越的游戏性能 是的,没听错 保持卓越的游戏性能 CPU方面,制程工艺升级到了3纳米 核心布局上改为了混合交错排列 性能和与能效盒全面升级 这次能效盒可以直接访问36兆的L3级缓存 取消了超显成技术,进一步实现了降低发热,降低功耗 据官方介绍,这次综合功耗几乎是对半侃 上一代i9-14900K在250W功耗下达成的性能 这次Ocha9-285K实现它仅仅只用了125W SoC这次继承了多个关键的功能模块 首先,内存控制器被移到了此模块中 内存频率从5600MHz提升到了6400MHz 同时支持CUDIM,内存超频潜力提升 其次是增加了NPU单元,提供了13TOPS的算力 另外,扩展性能进一步提升 整个CPU连同芯片组一起提供了48条PCIe通道 其中PCIe 5.0有20条 这次我一起测试了主板 ROG MASHMUSZ890 HILO就配上了6个M.2插槽 IO模块原生提升了雷电4 另外芯片组测可以通过外接芯片的方式 支持到120G的雷电5,扩展性能炸裂 而GPU方面,这次核心架构采用了台式显卡的A770X1架构 核心数量减少到了4个 首发三款带核显的全部都一样 只是Ultra 5在频率上稍稍低了一些 这是首发5款K系列处理器 其中库列Ultra 9没有提供KF以外 其余两款均有提供K和KF的选择 具体的信息和参数可以查看次表 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这次我们测试的型号有两款 Ultra 9 285K和Ultra 5 245K 其他参与测试的硬件分别有主板为 华硕的ROG MASHMUSZ890 HILO主板 这款主板规格非常高 供电方面采用了22加1加2加2加2项供电 最大110安 为超频提供了必要保障 同时还提供了AI智能超频 AI智能散热 AI智能网络等一键优化技术 为超频带来了更便利的体验 而扩展性上 它提供了6条M.2的沙槽 3个5.0和3个4.0 而且在安装上 ROG还专门设计了一系列的小巧思 例如可以一键解锁的M.2快拆装甲 还有可以轻松固定不同尺寸的M.2移动滑块 以及无需按键就能轻松取出显卡的快拆装置等等 显卡为气彩虹iGame系列RTX4070Ti 这款显卡为三风扇设计 背部提供了一个按钮 可以一键超频到2745MHz 散热器为华硕的ROG龙神三代360 Extreme一体式水冷 相比之前的龙神三代标准版有着多处的提升 水磅升级到了ASTEK 8.5 风扇厚度增加到了30厘米 温度控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另外卡扣也支持到了最新的LGA1851 水泵液晶屏的分辨率也变得更高了 显示效果也更为出色了 内存为美商海盗船统治者泰坦DDR5 48G 速率7800MTS 时序38 48 48 48 98 硬盘为1TB的三星990 Pro 电源选择了追风者AMP1000W 跑满这套配置应该是轻轻松松了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用ADA64热热声 在FPU单烤10分钟后 两款芯片的温度和功耗 基本维持在了一个很懒散的状态 AUTRA5 25K最高温度68度 最高功耗152W AUTRA9 28 25K最高温度78度 最高功耗289W 全核频率基本稳定 几乎没有什么波动 接下来是跑分 CPU基准测试 当核性能像比上一代略微有所降低 而多核性能均有提升 大概范围在10%左右 Cinebench 2024也是如此 当核基本持平 多核提升7%左右 另外我们还观察到 在多核跑完第一圈后 这一代酷略AUTRA的温度 基本维持在69度 整体功耗在203W左右 能效控制十足厉害 在GIG BENCH 6中 AUTRA5和AUTRA9在当核渲染上 差距基本维持在相同的比例 但在多核渲染上 差距进一步的缩小 而在GIG BENCH AI中 虽然它们都使用了同款NPU 但是CPU的性能不同 最终AI测试的得分 还是有一些差距 CloseMark也是如此 AUTRA5和AUTRA9之间的差距 非常的线性 与上一代相比也大差不差 在3DMark CPU Profile测试中 AUTRA5和AUTRA9相比上一代 各个县程的得分数 均会高一些 但也不多 而在Time Spy测试中 两个版本的结果比例会逐渐放大 而在Time Spy Extreme测试中 AUTRA5和AUTRA9的性能差距 会逐渐被放大 接下来是游戏测试环节 在赛博朋克2077 以及黑神话悟空这两款游戏测试中 因游戏对CPU依赖性不高 游戏帧数主要受显卡的影响 它们所测得的结果基本相同 而在古墓丽影暗影和彩虹六号围攻 这两款游戏中 两款CPU差距产生了变化 前者差距来到了9% 而后者彩虹六号围攻它们的差距 扩大到了16% 不过这个结果与上一代同档次CPU相比 依然没有太多的变化 主打还是一个稳 关于温度与功耗 我们测试的结果确实如官方所说 均有大幅度降低的情况 另外我们也测了一下 在Windows桌面下精致的功耗 温度都在30度左右 基本上都是一个门槛水平 但是在功耗表现上 它们依然有着40%左右的差距 好了测试环节就到这里 可以看得出这一次改头画面的 全新酷睿Ultra 200S系列 在功耗和温度上 确实是有着长足的进步 确实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 但是在性能方面 却又没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惊喜 不过我个人也可以理解 作为酷睿Ultra的新的开始 英特尔先选择了打好基础 练好内功 定好方向 或许这才是让酷睿Ultra 能够走得更远的最好选择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分享或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姓小峰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